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建造业界的朋友大家好 很欢迎你们来今天看我们的CIC POWER TALK 我是今天的主持 建造业议会行业发展总监Richard CIC POWER TALK 是我们议会每个月的重头网上研讨会 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四点钟开始 大家记住 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我们业界重量级的嘉宾和我们分享 今天的主题就是Women in Construction 建造业 建造业传统上是男性主导的行业 在近十年这个情况已经慢慢有些改变了 全球和香港越来越多女性选择投身建造业 这个统计处有些统计数字 在2008年香港投身建造业的女性的比例是7.7% 在2018年就升到10.4% 如果数数字在女性其实在投身建造业是有35%的升幅的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了三位对我们业界有很大贡献 和有影响力的女士担任我们的嘉宾 那有些同事就很深水清的 他看了一个EDM就告诉我 我看到三位嘉宾的名字有个惠、延、雅 他就说 这个是惠延雅的集会 真是很开心 真是很巧 谢谢 我的同事提醒我 那我一定要赞赞这几位嘉宾 我首先要很简短地介绍一下他们 当然他们迟些会多一点详细的资料给大家 那我们第一位的嘉宾 就是建筑署署长何永燕建筑师 Winnie 你好 他在1992年加入建筑署 他着重发展公共大厦、基建和市区规划 他曾经参与天马南发展工程 启动九龙东 和近年是中医院和竹高湾检疫中心的项目 大家好 第二位的嘉宾是渠务署署长彭雅妮女士Alice Hello 大家好 她加入了政府30年 曾经在不同的部门工作 她是首位担任公务部门署长的女工程师 她曾经参与啟德发展计划 西九龙田海工程等的基建工程 亦都参加了文物保育工作 譬如大館、雷生春和美河流这些项目 第三位就是有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王惠敏女士Rozanna 大家好 Rozanna热冲科技创新和科研 以及大力推展这个项目 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虚拟设计和施工 她领导集团业务迈向多元化 以及走出了香港 集团多个项目更应用了BIM的线区 Rozanna是数码港董事会的成员 这三位嘉宾是我们行内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建造业的行业入行呢 首先问问Winnie 好 多谢Richard 举足轻重的人物 真的不敢说 都是一个小女子 每个人都有她的开始 今天这个就是我 我在写节楼那边看出窗外 其实每个人的开始都差不多 这个就是我中学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看这个样子都知道是一个很努力的读书 没有什么习念的 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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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是懂读书 去到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想 始终要报大学的 报什么科目好呢 那我自己发觉自己 哇 就是做医 要拖牛眼的以前 哇 嚇到死不行 嗯 律师 英文要好好 又是不行 那我中学的时候 到Upper Six是读素的 但是发觉 读到那么上下 跟那些男同学比呢 哇 差得太远 开始很尽力了 好吃力了 你很厌弱啊 又不行 那时候呢 就有些师兄回来学校呢 就讲一下career talk 其中一个呢 就是建筑师 那带我们去建筑师楼 就发觉 建筑师楼 拿了一张旧的 积楼的照片 建筑师楼 又挺有趣的 又不只是英文 中文 不是猛写字 在那儿画一画一画一样 那那个师兄呢 就说 你去港大的建筑系 是吧 毕业展 那去看一下 看看喜不喜欢 那去到见到 咦 又有 有图 有相 有模型 那这样 那发觉 挺好啊 跟我在 中学课堂学的东西完全不同 好像活潑很多 好玩很多 那于是呢 就布了建筑系 那但是因为你今天 这样问的时候呢 我又想了 其实当年 为什么对建筑这件事 好像比较是 倾向会去 想多一点点呢 那我又 想想可能和 一些家庭也有些关系 是 那这个就是我 一家人 我一个哥哥 爸爸妈妈 是 是 那 下一张想 这间就不是我 爸爸那间大屋 大家不要误会 爸爸呢 其实就是 以前都是打仗 走难 是 下来香港 十几岁就在一间 一家有钱人那里打工 是 那不是他那间屋 来的了 不过呢 就类似是这样的 是 是 一家大宅 那家人很friendly 我小时候都可以到他家里玩 或者看爸爸 怎样做事 那爸爸十几岁在那里做什么呢 就是 类似是 换一下电灯弹 是 游一下漆 所以我家里 就是类似是 住一个工人宿舍 是 就经常叫爸爸拿很多工具 刨木 游漆 车床 转 砍 我爸爸就很 很喜欢做这些 是 那也都令到我对于建筑物里面的空间 它那个建筑物里面有很多字画的 是 很多古董的 对于一些中国的文化建筑设计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对于这些 拿着士巴拿阿锤这些东西 是 有点印象 好了 那说回入了大学 是 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画出彩虹》 是 找回个文章 哇 那当然有点幻想 当然有点幻想 当然有点幻想 咦 会不会有天我都是 画出彩虹呢 是 是不是 那些男同学是否这么帅 很帅 很帅 師兄是否这么帅 现实就是 进了我大学里面 看回个学生 一年班登记的那个策 是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在我上面这位同学是哪位呢 看回个名字 哦 哦 黄感星 哇 那 当时大家都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那都猜不到班里面 都有一位成就非常好的局长 是 我中学的样子多么乖 多么乖 多么勤力读书 是 是 是 你所有东西都有答案的 你努力读就可以了 是 数字就多多几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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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即使呢 入到大学的时候 发觉 那个功课叫你一个题目 文字的 设计一些东西 设计一个住宅好 或者设计一个文物什么馆 是 是 但是那个馆应该是三角形的 圆的 尖的 长的 怎么决定呢 没有方法 是 没有标准答案 是 其实就挺 挺迷失的 嗯 也都觉得好像很 很不实在 是 全那一年班呢 就觉得好像 分分功课 都不知道自己做得好还是不好 是 只是知道猛做猛做 有时候是高分 有时候是很低分 是 那去到年底的时候 就跟那个系主任说 我不做职司了 哦 我想做quantity surveyor 哦 因为我觉得quantity surveyor 呢 比较实在点 实量实量 计得到 嗯 计得到 是 好像好些 职司很虚 嗯 那个系主任 就在一个 柜桶 拿了我 最后一年班最后的那份 最后一年班最后的那份功课 他说你很好啊 都很高分啊 嗯 你为什么要转啊 那我 我高分呢 我真的觉得自己都不知道做些什么 又不知道自己会高分还是低分 那 跟他谈过之后 就 好吧 继续读完二年班 又看看怎么样 是 是 二年班都可以再想的 是 那结果就 呃 现在回想起来很开心的 是 没有转到做quantity surveyor 我应该是一个 不是太好的quantity surveyor 来的 我应该是 个性上应该都是一个 建筑师 好了 那故事 讲到这里 好多谢你 好多谢你 其实真的我也经常在想 建筑师如何去 哪些好哪些不好 真的跟我们的工程是很不同的 我觉得 是的 这个分享是非常好的 多谢你这么多这些 旧相片 寶物来给我们分享 旧相片 是的 应该是做明星 对 对 到Alice 好 好 是的 我们接着 希望Alice 又说一说 当初你为什么是想做工程师 我知道大家都看到一个投影片 这个都是一个很天真的女孩 但是问题就是 一直天真到中学都很天真 是 那时候又没有什么 什么生涯规划 好像现在的那么好的 是 那时候很天真 就是读书都不是求分数 最重要是有兴趣 是 当时选科的时候 我选得很怪的 一直到高中 我都选了一些科 其实跟我一般人以为要数理 要好得那些 那些 那我当年呢 我选了英国文学 选了经济 那么 Fee Camper一定有 这几科 但当时我是没有选 那个additional max 就是那个数 因为那个想法呢 是 都挺有趣的 因为我想的时候呢 身边 譬如妈妈跟我说 你这么喜欢博咀 不如你去做律师 都適合你做 那些伯母就说 其实做医生好 医生赚钱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 考虑这个问题 那直至你终于要想 是不是 那时候就想了 那时候刚刚有电视剧 我不知道 Winnie 或者Risanna 有没有记得 有一部电视剧 叫做《北斗星》 那时候她就说 北斗星我就想 不错 是 是 做社工 是 是 是 那想想做社工 那想想想 又想了第二件事 其实做记者也好 好像现在去奥运 又可以访问一下 那些 喜欢的运动员 又可以到处去 又不错 那样 那再想想 不如做即时传议员 嗯 又可以看一些领导人 后面坐在那里 那你又可以听到很多东西 又可以看他们的智慧 是 一路呢 我也是想着 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是 但是有一天 我真的要决定了 那一年应该 我是要去 读A level 那时候 就是要想 但是那时候 就有一个很漫长的暑假 那时候 那时候就开始 可以去旅行 我妈都放你去 去旅行 是吧 但是那时候的钱 很有限 那去到什么地方 可能很落后的地方 山区 偏远的地方 嗯 那时候我又想 原来我一直以为 可以有个马桶的地方 原来不一定有 一條路可以改變一個很少的社區或偏遠的地方的人 經濟發展或者他們上學又會方便 那時候開始認識其實馬桶是要怎樣的 原來都要有一條渠才可以的 你都要有一條污水渠才可以做到馬桶 那你要起一條路可能你都要收拾一下斜坡旁邊的地基 那開始慢慢就了解到原來做工程師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幫到社會 而且真的自己看到 像Winnie做的那些事情 真的看到一些東西起出來 那時候立志要去做工程師 但問題出現了 因為我沒有讀數學 那時候讀少了4A 加上學 所以A級的時候我周圍找學校 那時候韓文田那些名校 就周圍找吧 就是你收我吧 那麼 終於都是不收我的 但是在這裡 那時候有一間學校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那樣 那是一個數學老師來的 他說你要讀這麼厚的那本書 你要在一年裏面 你要讀好那些數學那些什麼 有幾條寫的 其他要讀好那些 未積分 那我膽粗粗 那我就開始了我那個想法 我真的會想做一個工程師 而到最後呢 我就都很幸運了 那就是入了行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做工程師了 命運真的有些安排 是啊 真的很可愛 非常好的 就是你初初想的東西 未必是你最後的工作 是 相信很多都經過這個階段 都初初想未必是你自己的意義 那好吧 那不如Rosanna 你又說一說 你入行的時候 是不是你因為的家族生意呢 都是的 不過說之前 我真的要多謝CIC 邀請我上來 和兩位處長同台一起去分享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一個建築師 一個工程師 是啊 實在是很開心 但是我想我的故事 就要由我基因開始講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企業家 爸爸真的在這行 都算是老行專 63年已經在公司開了 那我小時候你見到 這張照片 絕對我第一次入地盤的時候 大概七、八歲而已 那我還記得爸爸是 帶我入地盤的時候 我坐在一個桌上 聽著爸爸開會 我想爸爸是已經用新教 教我們怎樣去做生意 那時候是前年密化地去做 那我覺得爸爸給了我 很大機會去學習怎樣去做生意 那變成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發覺自己很可能 是有些少這樣的天分 是可以做到一個企業家 自己很喜歡創業的 那這個爸爸給我的DNA 而我媽媽呢 就是一個很真 非常之真性情的人 那媽媽很創造 媽媽的創造力 真的很爆炸性 那所以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父母給了很好的基因我 令到我有機會去留學 那我都是很開心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其實呢 等於剛才兩位處長 很明確知道自己做什麼 一位職師 一位工程師 而我呢 就比較一個少少不同的人 比較另類的 我是一個goal getter 我知道失了個goal 我想做那件事 我就一定會做到 不睡覺我也做到為止的 但是呢 我自己的學術研究 就比較跨學科的 那我就是 首先我讀歷史的 因為我覺得歷史很重要 如果我們不知道以前 過往發生的事情 我們今天未必知道 應該怎樣去行 那我也是 我自己修讀的major 是art and design 那這也是我很喜歡的東西 那這就是可能 媽媽給了我的基因 那當然呢 做一個 如果真的可以 carry 一個family business 我覺得是emba 是一個must 那怎樣去做生意 我們要學習 而我自己要求很心碎 很喜歡的就是哲學 所以我讀了兩年的哲學 那接著又讀technology 之後現在呢 我還在讀書 因為我都比較喜歡讀書的人 那現在我在研究著 spatial data 在apply 在smart city 這個application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讀書的background 那至於其實 說回來 那雖然有這麼多不同的學科 在我自己的環境上去學習 才做就當我有機會做不同的事情 那我還記得我在CU master畢業 在philosophy畢業那天 那和大家的同學仔 兩年的一起去學習 那大家都是mature student 那我的同學很厲害的 有些大狀呀 有些surveyor 有很多人 當我坐在那等上台 拿個畢業證書的時候 我自己發覺自己遭留了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就是 我沒有做到教育 我沒有回饋社會 所以那一晚呢 我就寫了一個email 給我兩個很資深的professor 就告訴他們 以前我們談過這個話題 不如真的幫一下學生 那因為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們CU的學生 就是我們的philosophy的學系 其實是全世界只有我們的學科 我們是用dialic 用廣東話去教授 那當然我們要讀英文 普通話 加上那個學科的語言 甚至乎 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philosophy 是德國人 我們連德文都要看的 所以變成很多不同的languages 才能學到哲學裡面的精緒 所以過程裡面我覺得很有意義 之後就設立了一個foundation 就是幫助到十幾個學生 也都很感恩香港政府 有個matching ground給我們 當那些學生的selection process 是教授做的 給我們CU的尖子 Master 或者PhD 學生 去到他出國 暑假的時候 當他把自己的subject matter 輪到另外的大學 大家學人光大 他回到來 大家有個presentation 去sharing的時候 實在幫助到他很多 實在真的很開心 這個就是我當時的foundation 在做的事情 稍後再更新一下 現在究竟我們在做什麼 好啊 很感謝你 這麼有意義 可以回饋社會 我知道 你們對這個行業 很有一些經驗和看法 我想請教你們 你們為什麼覺得 雖然有些多了女性入行 為什麼現在還是 不可以更加多一點呢 還有有什麼角度 可以男性和女性做的工種 都可以一起做 就不只是男性 現在還是那麼男性主導 但是應該是多些女性的 我覺得 是嗎 說回我以前 我試試說 說回我以前 真的 當自己開始 有些傾向 嘗試報建築系 是 剛才說過 自小可能見過 爸爸 經常拿著一個 士巴拿 去少少維修 這樣 不如嘗試做建築師 都是一個專業人士 媽媽那時候的反應 都是說 你行不行啊 嗯 爸爸鼓勵一點 是 爸爸對我 可能有信心一點 是 亦都給我一個自由去選 是 其他親戚都說 哇女性做建築師 是 但是那句說話 我自己消化起來 我覺得是好東西 是 如果別人覺得 很少女性做建築師 我又反而 激起我少少的興趣 所以就說 那這裏試試吧 那 進到大學 剛才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 那一班同學 其實只有七個女生 是 我們都有五十幾 六十個 是 學生 是 七個女同學 當中還有 三幾個是QS 是 所以真是Arky的 就很少 是 我想當時就是這一種 嗯 觀念 女生 是 建築是男士行業 是 粗魯一些 就是 講到這裏 我都要想起一個小故事 就是你知道 上學那麼多的男生 他們言語上 當然真的粗魯一些 嗯 潛移默化有一天回到家 吃飯 就講了一個單字出來 嗯 這樣 爸爸 臉色一沉 媽媽 臉色一沉 然後就跟爸爸說 是這樣的了 去做這一行 嗯 沒有辦法 沒有法子 就是有少少 沒有了沒有了 女兒沒有了 哈哈 會變成一個很粗 粗口爛舌的人 是 所以 那個觀念就是 有少少 粗魯的 是 是 有少少 可能髒一點 經常要落地盤 是 是 但是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很開心 是 第一 我們可能有少少 講到這個話題 就是 女性的角色 其實在這個建築行業裏面 有我們獨特之處 我想另外我兩位 partner都會有些分享 是 有些位置和空間 可能女性做 是挺好的 是 那也都真是多了女生 也都跟我想 社會轉變有關 以前真是硬橋硬碼一點 是 去到地盤 是的 開會真是硬橋硬碼 大聲一點 我想Rosanna 更多一些印象 可能爸爸以前開會 是比較大聲的 是 現在呢 就多了很多東西去幫助我們 是 email chat group 你都不一定是說聲音 是 有很多方法可以和你的團隊溝通 是 所以慢慢的文化上 都是真的適合更多的女士 進入這個行業 是 好 謝謝 另外兩位 我以為建築師是很浪漫的 我真的完全沒有感覺是粗魯的 對 通常是粗魯的 在這個studio都是 是 當然是有些很斯文很文青的 有一批的 有不同風格的 看看你建築哪個風格 是 工程都多了很多女性入行的 是 我覺得其實不同了 剛才說有些生涯規劃 還有CIC都做了很多宣傳 現在不是說 我們日曆都是 是 可能 就算是建築工人 都多了是女性的 嗯 我覺得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大家 可以各私所長 是 多些宣傳 多些知道究竟這個業界 是 應該需要些什麼人才 是 這個是好事來的 好 Rozanna 你怎麼看法呢 在你的角度 是 首先我看法是沒有性格差別的 我覺得人就是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造力 但如果在我們自己的集團來說 其實我們的百分比 一直是這樣升的 我剛才來這裡之前 我做過少許的功課 我集團現在是有23%女士 在我整個集團 其實真的不差 大家以為好像很少 但其實你真的看回數字 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是很有希望的 去剛才Winnie的項目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進步 例如剛才提到地盤 是否環境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比較粗 但我真的不得不讚我爸爸 我爸爸真的很環保 其中我們的DNA就是環保 爸爸為了我的女士 因為我喜歡穿高跟鞋 為了女士可以穿高跟鞋 我用了preferred slab 那些 slab 我最少可以三至四個地盤 循環再用 再加上是很乾淨 我們穿高跟鞋 當然我們現在不可以 要用安全帽和工作鞋 但絕對可以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環境是改變了很多 對 對 我也很興趣 聽到你說有23%是女性 是否有些recruitment policy 沒有的 沒有順勢器 我覺得如果公司 自己有心去做事 給機會的話 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自然會上升 我相信 非常好 那我們又轉一轉的話題 我都想 因為你們這麼有經驗 我都想去問問你們 在你們的職業生涯裡 有些甚麼你覺得做完之後 有很大的成就感 很滿足 做了的事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又是我 我先 是啊 好 我想如果簡單 要說 其實整個過程 我都覺得是很難得 如果回到頭 就是剛才說 我曾經想做建築師 還是做工廟測量師 我是很感恩 最後有一個老師 跟我說 你繼續吧 我就繼續了 我是很感恩的 我覺得做建築師 是一個很傳人的訓練 是 我得到的東西 不是單止是一些工程 其實包括我自己做人 成長 學到的東西 是真的豐富了我的生命 那如果在那個 就是葉生涯裡面 找一件事 去大家討論一下 我覺得我之前 在喜同九龍東 是 派了我去一個舊區 希望幫助一個舊區 就是觀塘九龍灣 轉型做一個新的商業區 是 是 我覺得那個崗位 開闊了我很多 是 因為正正就是 沒有什麼先例可尋 沒有什麼 那麼大型的規劃 是把舊區去活化 嗯 活化過程裡面 你要照顧區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人 是 有些已經在用著 在這裡生活著 你的啟動 是幫到它 還是在影響它 嗯 有些人覺得你在影響它 是 破壞它 現在一種 它很喜歡的生活 你怎樣跟它溝通 用什麼的方法 什麼的策略 去將這件事 嗯 完成 或者是變成一個可以 永續持續 那這個將我 作為一個建築師的空間 開拓了很多 是 而學會一些手法 是日後 現在回到建築署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面對 一些轉型和轉變 是 譬如一會兒我 都簡選了少少去講講 就是我們那些繪圖員 是 他們由傳統的那些電腦 現在要轉型 BIM 其實是一個大挑戰 大挑戰 對於一個部門 我們大概可能有 四百幾個這樣的同事 他要將整個技術技能 去改變 你怎樣鼓勵它 怎樣去入手 怎樣帶動整個氣氛 其實跟一個舊區轉型 原來都有些手法上的相似 雖然一些是人 一些是區 是很有趣的 我也是 都是要用 真的很感恩 當時有個機會 可以去做了喜龍九龍東 這個辦事主 人很少 是 二十多人 但就照顧了兩個舊區 和啟德 即是三個區的含接 和一個所謂的啟動 好 多謝你 Alice 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在你那個生涯中 其實我覺得 我找到做工程師這份工 其實就滿足了我以前想做的事 因為其實我們做工程師要做的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紋身的項目 而這些紋身項目 很多時候就可以做到一個 好像社工那樣的想法 譬如我可以想想 我會不會多些少少扶手電梯 或者升降機 其他那些東西 也都是可以涉獲很多東西 或者我都可以用一個 PowerPoint講解一下 給大家知道 我做的工作 好 你說我最大滿足感 其實就是說 在工程界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個項目 就是很多人 一起一個團隊 去做一些工程 所以我們的挑戰和喜悅 其實不是三元兩月可以 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在心中 其實每一個項目都這麼獨特 而這些團隊給我的回憶 是我走了這麼久 我在工程生涯裡面 我覺得是不可以替代的 或者我剛才也有說 有些工程項目 你做過你就會記住 還有原來可以涉獵很多東西 我最初入行的時候 我都曾經去過運輸署做 都做過一些交通燈的改善 這些交通燈 原來我做少少事 那時候已經很滿足 因為剛剛初出馬路 而再做 我有些填海工程 例如洪磡灣填海的工程 甚至 現在我走回去洪磡灣 我已經不認得我當時填到什麼 因為已經建了很多 一些民生的項目 有巴士站 也有一些高樓大廈 我也都參與過 例如一些軍事項目 例如一個 昂船洲海軍基地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很獨特的經驗 因為我當時其實什麼都不懂 填海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另外 其實我在學堂學到的東西 未必是你的全部 而在你的工作裡 你一邊學一邊做 當時 膽粗粗 還做了一個 平底浮的碼頭 即是做船 沒有想過 一個工程師會做船 很有趣 也做了很多 碼頭的建設 海市工程 又再做過 足高灣的填海工程 大家都可能有去過 迪士尼樂園 Vinney又做了一個 檢疫中心 大家都沒有想過 原來這些基建項目 可以變成這麼多 民生的項目 亦都有一些 譬如房屋發展的項目 再來有啟德發展 有灣仔填海計劃 天橋不可少 但玩天橋 其實還可以進一步 我們想想 可不可以做太陽能的裝置 在屋頂上 其實這些心思 即是我做不到建築師 但我都開始想想 譬如我們的燈 可不可以做漂亮一點 有時候都可能要請教 Vinney有什麼可以做好一點 所以這個團隊 其實可能我們有 工程師 有E&M engineer 其實是很多人去 成就一些項目 我都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都可以參與 一些民物保育的項目 同一時間 其實跟很多機構 去看看如何能活化一些 舊的建築 Vinney都可能知道 做舊的建築 更難過做新的 但都還未難 原來 同樣想一想 它那個營運的模式 那你好像同時間 你在做一些 可能有些餐廳 可能你在做一個旅館 怎樣留屋留人 你開始想一些 好像很商業化的事情 都不頂的 那這些呢 也都是說 從來沒有想過 一個工程師 可以看這些項目 參與 那現在呢 我也都看 渠務處 大家都知道 那我又做一些 河道活化工程 污水處理廠 甚至一些 岩洞工程 也都跟土力工程師 很多合作 因為實在是一個 大的 岩洞項目 很大的 是啊 那再想不到的 就是 其實我又做一些 機械人的項目 其實這些機械人項目 都很多不同的 可以幫到我們的工程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項目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裡面 譬如太陽能板 可以怎樣做的 這些科技 我們都要想 污泥 廚餘 供養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涉獵這麼闊的 是 那麼 最近大家都知道 疫情 疫情期間 我們都參與了一些 污水的檢測 都是對社會有一個貢獻 所以 對我來說 我走了這麼久 我覺得 我是很享受 很享受我的工作 是 能夠享受工作 我覺得是我最大的得著 是 非常之好 真的很重要 真是享受自己做的事 那不如Rosanna 又說一下你的經驗 是 不敢說 我真的坐在那裡學了很多東西 真是很感謝你 給我機會和兩位處長學 可能我的角度 就是因為 爸爸媽媽叫我回來香港 嘗試一下去參與自己的家庭商業 所以過程裡面 其實不只是看一個範疇 是很多範疇去看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公司的logo 除了兩個英文字加文之後 中間有個地球 那是我爸爸自己設計的logo 原來爸爸的心意 起碼能夠跳出香港 所以這個第一幅圖 就是我幫爸爸完成了他的心願 就是我跳出了香港去到澳門 雖然都是特區 但是呢 裡面有一個很不同的經歷 那也是私立了第一次的 一個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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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澳門之後 這個是一個我們叫 就是GLG、GLC、GLP 那些賭武的工程 那我們的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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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拿大人 那這個過程裡面 也學了很多 很多的技術 那在我們的廠裡面 廠中有一個廠 另外才能夠做到現在的技術 反而最令我覺得深刻印象 就是其實我們要設定 等於Winnie做 即使就知道 其實裡面要做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才能做到這些模 這些細節 其實正正就是看回頭 等於現在我們做BIM Library 那些部分來的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是這樣做 只不過還沒把它關上立體設計化 所以變成這個過程裡面 是挺開心的 再加上在澳門 我們都做了第一個 我自己超過100億的工程 那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人 我們那個diversity 是多了很多 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有英國人 美國人 澳洲人 整個團隊 是大家很齊心 就像剛才Alice那樣說 我才做到那些工程 那這個過程裡面 又多了幾間公司 那這個是挺開心的地方 另外之後 因為在澳門都做得OK的 都不錯 那跟著業主就叫我們去新加坡 幫我再建 第一個IR Integrated Resort 那時候來講 實在都很害怕的 一步一驚心 因為在新加坡根本沒有公司 但是有個機會來到的時候 都覺得要試一試 所以都是膽粗粗的 去到新加坡之後 我還記得那時候 連office都沒有 在五星級的酒店 就是剛剛好 可以做到 是變成一個office 那去真的試一下 是否可以落錶 那接著 就做了這個工程 這個工程其實都很大 很fast track 是 我還記得是 我們掘了27米這麼深的地底 你知道新加坡 整天下雨 買了九十多個泵 令到泵水走 我們整個糖果窩 其實是很大 是 我們在用了九個月的時間 而十三個月 就落了11米米的石屎 所以真的都很fast track 接著又可以做到 當地的工工工程 甚至乎HDB的工程 都可以做到 也都很開心地能夠打破 做了八天一個系列 所以BC都給了個金獎 所以都很開心 過程裡面 既然將我們的範疇 幫公司能夠 horizontally expand 去不同的地點 變成在過程裡 都學了很多東西 嗯 接著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 vertically 怎樣去幫公司 去integrate 其實我們集團 都 特色都是比較integrated 整個supply chain 都差不多可以自己做到 好處就是為了 不單止是on time delivery 時間和錢 都做得比較好些 而這個就是一個highlight 一個酒店的工程 大概是九年前 我們已經開了環保的酒店 其實當時來說 肯定就是全世界最環保的高樓酒店 因為我們拿了四個白金 除了我們香港的環保認證 Hong Kong Bean Plus 白金之外 美國和新加坡的Green Mark 我們拿了白金 再加上自己國家三星 都拿到三星 三星也有了 所以都很開心地做到這個項目 之後其實在裡面 我們有幾個development 為什麼會做到這樣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覺 我們第一個酒店項目的時候 我們發覺是很不環保的 所以我們 disrupt了自己 重新看在建造業裡面 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做 所以在硬件軟件 和process 和物料裡面 我們分了很多功夫 才能做到這個小小的成績出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酒店項目 也是全香港第一個 我們用5D beam去做的工程 換句話說 除了3D 4D我們不只做simulations 連裡面的process 那些器材 工人 我們都可以optimize它 之後5D就是錢 全部是dynamic的跳 那整件事出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能夠省到58.5%電 等於每年省到200萬到電 也等於省到330萬到電 也等於省到330萬到電 不單止環保也好 也省到錢 所以如果看到 那裏是25%年到年 我覺得很值得做 而這個酒店也都變成 我們集團的 好像一個instant的lab 以前我們用rubase去做 現在我們已經用 步入的AI去做 如何把事情去optimize它 那之後呢 我們就去到現在 最近呢 我們就有個自己比較 我們自己as a developer 是一個發展項目 也是一個舊區的 那這次呢 我們用了很多新的技術 放進去做design 那跟著我們又 不單止在那個design裡面 我們能夠加強了 那個smart city的元素 亦都用了 promote smart healthy living 令到其實那個inclusiveness 幫助就算坐輪椅的朋友 都可以享受到我們的環境 那因為在科技的大令下 其實我們只是開了三十七日 開了六個會 我們用frosing的design 能夠把資訊出來 發送給BAD 而是拿到approval去起的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最近期 香港比較popular 就是我們政府在推廣的 industrial 4.0 和construction 2.0 我們的MIC MEP 和DFMA 這個就是我完成了一個項目 其實都是很開心的 不單止是令到 那個生產力提高 再加上呢 很開心就是 得到前處長的Sylvia 的inspire下 我們做了第一個blockchain的plattform 去控制我們的quality control 是 這個做了之後有個好處 因為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有疫情的 那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在Beam Center 都能夠真的 monitor 到整個process 令到我們的quality 都是這麼好 到現在呢 我們甚至乎 我們的demountable transitional housing 我們都是用這個方法去處理 都很開心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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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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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做 這是第一間 是呀 還有我們那個牛豉灣的洗手間 都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用了25天的時間完成了 rather than三個月 都是幫助到業界 那這個也是第一個 我們做到的mechanical parking 就是EMST的headquarter 然後 五個parking的地方 我們變成了多了八個 總共十三個parking 還有裡面呢 我們印進了 除了這個技術之外 裡面還有很多software integration都做到 那這個我用很多 謝謝我們的 global partner 和local partner 而做到這個工程的 嗯 之後呢 這個呢 就是 大概五年前左右 那我就設了一個 Venture Fund 在Science Park的 那那個Venture Fund裡面呢 其實我們就 有12個start-up 全部都是Smart City related的 而最大一個highlight 就是我們是做到全香港 第一個Smart Mobility as a Service的工程 的車 然後你會見到 有兩個shutter 可以在Science Park 讓大家去試一下 享受一下 一個不同的experience 那我們由IoT 去到Smart Solutions 我們全部都做 還有另一個很重點 我們去研究的 就是用Hydrogen 嗯 怎樣去放進我們的汽車裡 在環境生態裡 令到我們這個清潔的能源 能夠做到 希望可以加速我們的碳中和 跟著這個就是一個highlight 我們的過程裡面 能夠用到 譬如Dromes 我們不只是拍照那麼簡單 我們剔數 剛才Winnie說過 我們做過Cut and View Balance 其實用Dromes 都是生產力快了很多 即使用QS 用五天的時間做 其實我們半個小時已經做到 是 而且很精準的 那麼工程不同的 application 由Safety 去到 Construction 不同的環境 Internal、External 都是有個幫助 最後就是 另一件事就是 我Foundation 我們一直去Push 就是設置了有兩個Lab 一個就是我母校 Royal College of Art 就是研究 我們在我們的Architecture department 裡面 我們Din Adrian 用AI去研究的環境 但第二個就是 在我們Hong Kong U 我們有三個Department EEE Civil Engineering 以及我們的Drography Department 我們加入Fourced Together 設置了Future City Lab 是研究我們的Future City 如何才能夠做到最好 如何能夠做到環保 這也是我們過去做了一些 好 多謝你的分享 好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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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其實我也有些短片 我可能剛才跳過了 可以嗎 我們一定 希望你可以分享多一點 Winnie 我知道你也有很多好東西給我們看 我就帶了一些 project 剛才說起動九龍東 有些是早期一點的 是 一個Humbo Journey 即是跟大家分享 入建築署做的第一個工程 是 就是這個長洲的 它叫Fuel Study Center 是 那個團體是名外的 現在就在長洲 那個叫做 是觀音灣上面的山 現在還在 是觀音灣 聽聞李麗珊在那裡練風散 是的 看上去就看到這個建築 第一個 這個真的是第一個 因為建築署和我 做了四年之間 很不同 就是 那時候一個project仔 可以我們自己畫圖 自己和一個團隊做working drawing 自己落細 自己就看到作品 起了出來 所以是很難忘的 是很難得 好像全部都是 自己好像可以控制了設計 和做了一個 雖然很細 但是好像Alice所說 真的當時做過交通燈都很開心 很開心 很滿足感 現在還建了一間樓出來 自己交樓給客人 很開心 現在我也很喜歡 而且這個模型 現在我還保留在我寫著的那裡 是嗎 好 是 每一個都很殘舊 是 我去看的時候 真的 瑪麗又有少少 容鳳書又有少少 全部都很殘舊 他們說 他們恨這個project 都恨了十幾年 終於 就拿到錢 撥款 建好之後是二千年 建好 其實大家記得 2003年就是沙士 那時候 醫生經常告訴我 他說 幸好有這個建築 如果不是 沙士那時候 要很快速地做很多檢測 分析 就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了 而且這個學校裡面 就有當時香港 林薇寧醫生 就是禽流感專家 是 還有這個工程的模型 我就是 展示給陳馮富珍醫生 所以很多回憶在這裡 也有少少 是標誌著香港的檢測 那個歷史 到今天 COVID 我想大家都明白 這個檢測是這麼重要 是 很開心 這個也很幸運 當時建築師學會 是有一個優異獎的 是 鼓勵了我 原來一個 很功能性的建築物 在建築設計裡面 都可以想多些 再跳到 大概是2003的時候 其實大家記得 天馬嵐 就開始講的 是 其實是做過一次 prequalification的tender 但是就叫停了 因為沙士 大家覺得經濟下滑 是 不要搞這麼大的工程 是 那時候是 到2005、2007 左右 2005左右 就開始講了 再講說 要起了 要搬了 那時候我就參與了這個工程 也有機會做一些比較大型的工程 跟政府有些比較各個很高層的客戶 去聯絡 對於整個政府的系統 立法會的組成 操作的理解 多了很多 還有很開心 那時候 投標的時候 我們是用設計標 是 就有四條標 是第一次的標書 是公開給市民意見 然後就給一個tender assessment panel去參考 很挑戰 那這個門上開 地上錄 天複藍 文永系 我永遠都記得這四個說話 就是我們當時收到這個模型 我記得有些委員說 真是很想這個快點起出來 那起完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地上錄 是在高位一路斜下去 望到尖沙咀 那嚴不順其職師的設計 是 我自己到今天 我都很喜歡 很刺激 那剛才說過 《起動九龍東》 那我也不重複了 那這個也是 很難得一個職師 我們以往那些地盤都是很小 在自己的地界裏面發揮 那雖然都可以很有創意 但是突然間將個服務範圍 就好像Alice所說 帶了很多公頃是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突然間可以放大了 還有不僅是一些硬件 你還有活動 人的生活 你怎樣幫它改善交通環境 這是一個很獨特的體驗 那 團隊 我跟Alice一樣 我想跟Rosenna一樣 我們做這行的 其實我很喜歡很喜歡團隊 或者這個也是少少 女性可以在團隊發揮 我大膽一點說 我覺得女性這些 約人吃飯 生日的時候 大家聚起來 是厲害一點的 不知道是否男人會害羞一點 我們有時候會做多些 這類人和人的關係 一定是 一定是 女性比較好 比較溫暖的 溫暖的 就變成跟同事一齊 在這個區裏面 真的過了很多很開心 和很特別的一些活動 到今天我們都 有好朋友 明天又約見面 所以 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回到建築署之後 剛才聽到Rosenna說 其實是今天我們向你 一個企業家去學習 你們那種不斷求生 不斷求進 那種精神 在政府部門裏面 我們都希望 少少去嘗試一下 我們就 有一個創新建築小組 我會檢查的 裏面有不同的級別的同事 由我一直到我們西莎 都有 不同的區域 有職師 有工程師 全部一起去想 有什麼創新的意念 或者大家拿出來談 你覺得可以 有什麼項目可以試 試了效果如何 就在這個創新小組 因為有這個創新小組 開始想多了 有什麼MIC DFMA的可能性 就碰到疫情 做了一些很難忘的 防疫中心 臨時醫院 這些都是 我有一段影片 裡面有一句說話 就是做一次 記一世 真的做一次記一世 是 轉型 剛才說九龍東的九區轉型 這個就是 我們那些繪桃園的同事 技術轉型 是 其實人的轉型 要很多不同的手法 除了有些訓練 很多規劃上的事情 其實 心 是 那個態度 你怎樣令它有一個 成功的感覺 或者願意去參與 這個轉型的 旅程 是 裡面有很多 軟性一點的事情 是需要處理 很開心 就跟他們一起 做了一個小組 也都跟他們 成立了一個叫做 Technoland 一個虛擬的天地 是 是給他們去 處理這個轉型 技術上 很多技術的分享 他們有一些叫秘笔分享 每日一朝 是 就是用來儲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些困難的 但是有些師傅 又有提示的 就放在這裡 也有很多小組的討論 慢慢慢慢培養到他們的興趣 和他們的信心 是 我們最近也都參加了一個 Hong Ko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的Award 結果就過多幾天 一個禮拜左右 就會知道 但是那個過程 你看到那些同事 由最初說做Technoland 還有慢慢 經過兩年的時間 慢慢 不如都試一下 他們當中走過的路 其實都很感動 他們最後做了一個表演 很有意義 很好的 希望有機會 我都帶那幫同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整個過程其實 實在能夠加入建築署 我在私人職留做了四年 加入建築署的時候 心裡都是想做多些公共建築 是 私人職留 自然會做多些寫字樓 私人住宅 但是建築署那個類型 是很豐富的 我應該有一條影片 看看同事可否幫我播一播 好 就可以看到 建築署裡面涵蓋的類型 是真的令我很有滿足感 好 就是香港人生活裡面 出生的地方 公園 學校 旅行 娛樂 所有的設施 有些是消防 有些是共用的設施 其實所有類型 建築署都可以接觸得到 這個團體可以提供給大家的機會 真的很豐富 所以很感謝 很感謝 很感謝 建築署每一個公園 這就是近期 我們正在研究一些新的方法 多謝CIC 一個非常好的推動者 帶動業界 提出了很多新的意念 我們也是 追隨著你的新意念 大膽一點 帶進去的部門 跟同事談多一點 看看他們有沒有一些火花 可以撞出來 那是35年了 建築署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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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很開心 很多得人我有份做 沒錯 很開心 真的 是全個行業 謝謝 謝謝你們幾位 真的準備了這麼多好的資料給我們 公共建築 醫療 工程項目 環保 我不知道環保可以賺錢 這個很重要 可以的 很多在外國公司來香港賺錢 你可以帶人去 跳出香港去外面 這個就是好東西 我想香港人應該有這樣的精神 可以做多一點 這個真的非常好 我們雖然今天說是怎麼增加女性入行 但其實你們說的東西 其實我想非常 就是 裏頭琴的意義 不只是說女性的問題 就是怎麼入行 其實就是香港的建造業 帶去另一個境界 我想這個非常好 因為我們其實時間 我們就在這裡 完成了這個節目 其實我多謝三位嘉賓 這麼好的分享 多謝 謝謝Richard 容喜我幫CIC賣廣告 CIC又搞很多的網項 有些今個星期就是 整個星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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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星期都有 第一系列的建造科程 包括全日制和兼讀制 公有意從事建造業的年輕人 專業人士和副經驗的從業研究讀 大家可以一陣看一看這條片 或者上去我們HKIC的網址看看 另外就是 延續我們今天的 Women in Construction 這個CIC的Power Talk 我介紹第一位建造業女青 Julian馬可兒 她是一位首席的藝術總監 一會兒有一條片可以給大家看看 她如何成功把建築和藝術融合 還有我們建造業議會 結出承建商大獎 2021 仍然可以接受報名 有三個組別 一個是大型承建商 承建商和專門行業承造商 8月20日是截止的 8月20日之前交足資料去參加 還有就是 2022年 觸動力量慈善月曆 預訂購即將開始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月曆很受歡迎 盡快去訂購 今年所有收益 扣除了印刷成本 將全數 用作支持建造業老班飯行動 派發老班飯 給弱勢寫一群 想來年有個爆機的月曆 就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預早訂購 還有我們CSIVP 有一個重建城市的 幫到這個建造業議工 成為一個視像人士的眼睛 帶他們遊走香港 沿途還會用建造業的知識 使到這些視像人士 感受香港城市發展 一會兒大家看看他們怎樣介紹 不經不覺 今天的Power Talk 就接近起聲了 再次多謝三位我們的嘉賓 以你們的角度去分享 你們這麼好的經驗 以及幫我們在這個建造業 打出一片好的新天地 感謝大家來收看 謝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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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分享 你好,我是Jillian馬可兒 我是首席藝術總監 最主要負責主題上色的部分 我們用不同的主題上色的技巧 例如觀察、洗水、罩染、高光 這類技巧的技巧 去營造假山、假石、假木 或者造舊的效果 令到我們的設計 能夠可以呈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往往這十年 我覺得最具挑戰性的 就是做一個女性 如何在這個職場上 和不同的職能人士 去溝通 令到他們明白 主題上色 究竟跟傳統的油漆工藝有甚麼分別 我們因為這個行頭比較小 所以我們很多時施工的時候 都出現人手短缺的問題 所以在我過往的日子裡 我都很努力把我所知所學 都能夠交往我們的油漆團隊裡 希望能夠可以擴闊他們的環界 令他們明白到 這一行其實是很大的發展空間 作為一個女性 只要我們能夠善用我們的特質 方油並濟 細心謹慎 我們一定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工位上 發揮所長 為未來的工作 帶來一番新氣象 成建商是我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你們除了負責建造這個重要環節之外 亦都是吸納建造行業最多人才 由前線公有 以至涉及建造各個環節的專門人員 有你們積極的參與和支持 才能夠令到行業達到創新 專業化和年青化 從而夾身建造業 有四個分項獎 給那些項目得到最高分的成建商 所以總共有15個獎 可以給大家競逐 大獎的頒獎典禮 將會在今年12月舉行 大獎將會在三月開始接受這個報名 記得留意我們議會的網頁 希望我們建造業的成建商 我們可以踴躍參加 一起展示實力 爭取這個建造業界的奧斯卡 建造業委會 結出成建商大獎2021 主 estable 山奧斯卡 安 轉 请證 없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后天失明人士做水喉电灯 后期发现眼睛有病 看到一些光影 总有一天全部白痴痴或黑暗暗 现在没有色彩 沙田泥水厂在1964年开始投产 那些泥水厂的食水在哪里 几位义工一路沿路介绍水库 他们的工作给我们 他们的施工程序 用什么器械 令我勾起很多回忆 给我的感觉 就像我们在盲人扶导会看那些口述电影 沿途有人讲解出来 是很舒服很开心的 第一次带视像的朋友 又需要学一些技巧 我们又要下楼梯 这里有很多特别的游泥 又是石楼梯 你说得比较仔细 所以为什么刚才用肥的梯架 或者瘦的梯架 可以形容一些斜度或者宽度 有一个导想员 给你介绍你左右旁 天空又有点地 又有什么障碍物 什么都说得很清楚 很细心 以前妈妈的文化 建筑那些就是地盘佬 我以前没有朋友做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说这些 我觉得很陌生 很有兴趣 建造业真的为香港贡献很大 所以我们是值得尊重他们 我们是做工程 可能我们对香港的发展比较敏感 我们告诉他们 我们在踩这个地方 这个公园其实是一个配水库 他们又说过工程上的作用 究竟是什么 我们去到衍径站 我们会告诉他们 现在的衍径站的发展 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大的社区 甚至有铁路经过 我们公司是搞好这些活动 我都很想了解 还有我觉得都很鼓励 和一些社区人士出入 将自己的知识 和时间帮助社会 就算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八百万里 wirklich有点兴趣的 fear of them 我们是 fully ди佳 基本上后 我们是加州 有点兴趣的 这些人们 这些人们也在山东西 都是梁山东西 还在山东西 还是两个人 是个人 能够帮到 橘子 感谢观看